大家要看著就是隔晚美股NVIDIA 業績之後秋升1.6% 說的盤後都還升1% 我們說說這邊的概念股 百度、ASMPT都有不錯的升幅在這裡 說它下星期一、二分別都會公佈業績 究竟業績之前值不值得做部署 一起和Patrick談談 我們先談談石百度 見到Citron最新有份研究報告 兼且在社交平台X那裏發文都唱好它 看看它怎樣說 它就說百度仍然是最被低估的AI概念股 而且它作為內地的AI龍頭 現在的股息處於歷史低位 又看好了中概股的跌勢已經完結 看好新程式的AI可以帶動百度的廣告 和雲業務有增長 而去年第三季的雲業務收入有貢獻 預料AI在上一季對廣告收入的貢獻 大約有1億人民幣 都反映了 百度是AI技術和商品化 都有一個優勢在這裏 而不單是其他人看好 百度自己都有些動作成績 給大家試 見到它的智能雲方面 最新都宣佈 會出新一代的盤肉蜂巢伺服器 已經正式上市 將會廣泛應用 例如在遊戲上 數字直播上 AI大模型的training等等 還在用一個新型號的4納米晶片 除了別人去賺好它之外 它自己都有些新產品可以出到來 是否真的可以 好像剛才Citron那樣說 它真是一間最被低估的AI概念股 有些單體估值會是 因為它現在的估值來說 你計到下年 可能預計成績都是十倍多 如果你和美國很多一些的AI概念股份 其實可能很多都在二十多倍或流上 所以如果你用一個市型率 純粹簡單做一個比較 然後似乎香港這邊 就是百度來講 都會比較便宜一點 但問題是 為何它會比較 估值便宜一點 可能大家都會想 就是說 如果你在發展的空間裡來講 第一 內地來講 始終暫時的一些芯片 都是比較有限一點 就是運算速度來講 可能是沒有這麼快 這個就很影響了 那個AI的學習那方面 所以變成了它那個進步 或者它那個創造財富的能力來講 就是可能會比海外的公司速度 是會慢一點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那些行業 它做預測來講 2024年度比2023年度 那個增長其實都是一些單位的數字 所以它那個估值 我們假設它不是增長得很快的時候 所以變成在估值上 也都不值得比很高的估值 這些公司 所以如果你看現在預計值 大概可能在10號附近 鬆一點點 我覺得其實可能都是一個合理的 勘雙現在估計 去年它那個經調整理的人 翻倍去到267億人民幣 但是第四季按年的盈利就要倒退 見到今天股價就股價向上 有反應的 上了一百天線 有沒有條件真的站穩 甚至是真的再上進一步 我想它站穩是有這樣的條件 因為你整體的中資股來講 你見近期其實也都相對是站穩一點 那至於你說會不會可以再推上去呢 其實就視乎公司有沒有一些業務 是令到投資者眼前一兩個小時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時候來說 我想那個股價方面那個上升空間 你就可能未必會很大 那我想潛在升幅可能大概一成至一成半 這個已經說得挺好的狀態 那要是你就算在這些位置叫做整庫 那你再上的時候去回120附近 那些阻力來說我想你不是那麼容易升穿 那所以變成了我自己是有些保留的 好啊 另外除了它之外 下星期三還有ASMPT會公佈業績 都是另一隻大家會叫做的AI受惠 AI概念股 其實之前摩通都看好它的 說它很可能是為台式電供應混合的建合器 那預料就是對ASMPT自己的高級封裝平台 技術的一個認可來的 即是它們都認受你了這樣的一個看法來的 一個先進的工業工裝業務 受惠著AI的發展 而反過來去看 其實它的外資背景都不像中芯 華雄等等 有些制裁概念影響的 這一隻相對上少點隱憂 少點擔心的話 業績前又值不值得部署 我只覺得業績前來講 其實都可以有些部署 但是我就覺得不好 另外大概是在86、87元的位置 我覺得才去買 上網來講 看到它比較最樂觀的時候 就接近100元 而實際上來說 這類公司 我想真的出業績的時候 大家可能要留意 有幾個條例 第一個就是 即是說 訂貨和交貨的負運的比率 如果這個比率是持續上升 或者是一個高企的現象 即是說它未來的那個盈利 其實都會是好的 而實際上 這個業務來講 應該都會受惠到整體 AI方面的發展 雖然它未必說 那些芯片走得這麼快 但是來講 它多多少少都會受到影響 你拿回那個kega的增長 可能在說 比如說15%至20% 你其實每年都應該 有一個穩定的增長在那裡 第二天 十分熟悉 達程 5秒 20% 調味 1 20% 10